上一项谈到,彭城溃败之后,刘邦一路西撤,足足退出四百公里,终于在行阳斩门脚跟,一方面收拢残兵败将,一方面采用张良的计策,试图拉拢勤部和彭越,一方面又有萧和坐镇大后方,源源不断的输送兵力和粮草,汉军终于军危附阵。 这时期,萧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辞职通鉴说他,发关中老弱,未富者,这里的富,全称富级,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福兵役。 福兵役的对象是健康的成年男子,但在当时到底何为健康,何为成年,到底以身高为标准,还是以年龄为标准,直到今天也还存在争议。 今年出土的各类勤俭给出了一些线索,比如编年纪记载主人公喜的经历,既有出生时间,也有复级时间,貌似当时复级是以年龄为标准,但年龄到底怎么算呢? 从年分跨度计算年龄的话,喜的复级年龄是17岁,而从周岁计算的话是15岁,到底该取哪个标准,不知道。 但另一方面,喜虽然记载了负级年龄,但很可能是因为他在那个时段里满足了负级的身高标准,这个身高标准很可能是仓率给出的6尺5寸,换算成今天的米质大约1.55米。 还可以参考汉率,23岁达到负级年龄,但身高如果不足6尺2寸,那就按残疾人算,不用负级了。 萧和征兵应当采用秦率,我们搞不清秦率的具体标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萧和降低了征兵标准,萝卜快乐不洗泥,捡进筐里都是菜,尽一切所能往行阳前线送人。 正是因为萧和的努力,刘邦不但可以迅速补血,还打得起消耗战。 新一轮战争的开始,依然是储君占了上风,辞职通见的记载是, 除起于鹏城,长城胜主北与汉战行阳南京所见。 这是原文,主战场就在行阳以南,这里地势平坦,正是战车和骑兵最容易发挥优势的地方。 而储君的骑兵数量多,汉军有点招架不住。 这个细节有点反常识,因为纵观中国历史,战马产区都在北方, 处地一直都以步兵建长。 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储君的骑兵优势没能保持多久。 刘邦为了对付楚国骑兵,准备加强汉军的骑兵力量, 在全军挑选优秀的骑兵指挥官。 大家一致推荐了两位,仲权人李璧落甲。 仲权在秦朝隶属内史,属于关中核心区, 刘邦的嫡系部队和项羽一样,都是楚人的底子。 而骑兵作战的行家,要么是赵人,要么是秦人, 而赵国又经历了长平之战的摧残,人才凋零。 如果要选优秀的骑兵军官,那么大概率上就是秦人了。 刘邦为财势举,要拜李璧落甲为将,但这两位秦人呢, 狠之进退。 推则说,我们是秦人,担任指挥官的话,恐怕呢,军心不服。 不如大王啊,您从身边的亲信将领当中, 选一位骑术精良的人担任主将,我们两个呢,当他的副手。 于是,刘邦为人,冠英为骑兵主将,李璧落甲为副。 在史记当中,冠英和樊快,利商,夏侯英和传, 这一篇传记叫做《樊丽藤冠列传》。 不难想见,冠英在大汉开国事业当中的功劳与地位。 冠英并不是刘邦的丰沛故人,而是虽扬一名, 私之品商贩,加入刘邦的阵营之后, 冠英啊,虽然年纪轻轻,但作战勇猛,功劳大, 资历深,升迁速度很快,伸手刘邦其中。 所以,以冠英为骑兵主将,大家都没话说, 但真正起着训练和指挥调度作用的, 是李璧落甲这两位副将。 这样一种人事安排,直到今天都很常见, 外人乍看之下,不理解, 为什么一把手是个外行, 外行还偏偏领导内行, 其实这才是稳定而高效的人事结构, 是经典而诚心的管理技巧。 这支重新组建的汉军骑兵, 很有战斗力,成功扭转了局势, 将储军阻挡在行阳一栋。 我们读《资质通建》会认为, 在这一时期的储汉之争里, 刘邦亲自统帅汉军, 但从汉书的记载来看, 汉军主帅是汉信, 负责全盘统筹, 是冠英的上级领导。 同一时间, 汉军修筑涌到连通道黄河岸边, 熬仓的粮草, 因此可以便捷而安全地抵达行阳军营。 这个手法我们已经不陌生了, 张汉当时配合王黎围攻巨鹿的时候, 就已经这么做过, 项羽当初打巨鹿之战, 第一步就是击破永道, 这次按说不难照方抓药, 但地理局面不同了, 从巨鹿的王黎军营到黄河渡口, 距离实在太长, 张汉修建的永道, 也就因为太长而无法守护周全, 而从行阳道旁边的黄河渡口, 虽然不能说近在咫尺, 但条件比张汉当年那是好太多了, 就连敖仓也离行阳不远, 刘邦守卫良道并不很吃力, 项羽如果还想照搬当初打张汉那样, 截断永道的话, 确实不容易了。 实际还有交代, 冠英在咸阳东打破储君骑兵之后, 又利用骑兵的机动性特长, 深入敌后, 截断了项羽的两刀, 几度副军斩将, 斩绩相当亮眼。 那么我们不但想见, 冠英如果在同僚当中看不惯谁, 即便刘邦不以为然, 也会偏打冠英几分, 但事实完全相反。 此事通信接下来的记载就是, 冠英、周伯等人在刘邦面前说陈平的坏话。 几篇讲过, 陈平在项羽那里建功立业, 一路做到都尉这种高级职务, 结果畏罪检讨, 投奔刘邦, 只因为三言两语就得到了刘邦的宠信, 获得了监管诸将的职权, 老干部们当然愤愤不平, 所以陈平在汉营里边是个慢人闲的角色, 人人都欲除之而后快。 和冠英一道说陈平坏话的这位周伯, 资历比冠英还老, 是刘邦的丰沛故人。 司马迁给周伯单独立传, 这就是史记当中的将侯周伯世家。 周伯出身贫寒, 主营业务是所谓知博取, 编织养残用的一种特殊的习字。 顺便介绍一下, 小农经济南耕女之, 博取是一种很重要的生产资料。 元朝文人赵孟辅提耕之图, 祖师当中有一首描写养残的场面, 就有提到, 法伟做博取, 束缚其真真, 黄者黄如金, 白者白如银。 金黄色的博取, 趁着银白色的残茧, 让农家百姓越看越爱。 周伯主业知博取, 还发展了一个副业, 本地有丧事的时候, 他去负责吹销。 从这段记载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办丧事不但有晚歌, 还有销管这类契约。 从周伯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秦朝统治下的底层百姓上升通道, 周伯因为体格好, 能拉强攻, 所以实现了阶层越迁, 入伍之后呢, 做了五官。 后来天下大乱, 周伯追随刘邦, 屡历战功。 前面讲过, 当项羽载阁天下, 封刘邦为汉盲的时候, 刘邦怒不可遏, 要和项羽决战, 是被周伯、 冠英、 反馈、 萧和这些人劝阻下来的。 这就足以建出, 周伯在刘邦集团当中的地位。 以冠英、 周伯这样的抗秦老将, 盖世殷豪, 在刘邦面前, 讲陈平坏话的时候, 嘴脸也并不比, 世锦大妈挑拨是非的模样, 更有高级感。 他们说的是, 陈平这人啊, 虽然是个美男子, 外表呢, 让人没话说, 但看人呢, 不能只看外表啊, 他八成只是个中看, 不中用的货色。 我们听说, 陈平当初在家的时候, 和嫂子偷情, 后来侍奉魏王, 在魏国不受待见, 逃亡到了楚国, 也没混出个头脸来, 这才流传到咱们这边。 大王您如今这么重用他, 让他监管全军, 恐怕不合适吧。 我们可听说了, 陈平啊, 利用职务之便, 从军官那里收受贿赂, 谁给的好处多, 他呢, 就给谁安排好差事, 谁给的好处少, 他就给谁安排坏差事。 陈平显然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大王, 您可要擦亮眼睛, 看清楚啊。 不得不说, 冠英和周伯等人的这些话, 不但充满了细节, 而且陈平入汉之前的往事, 就算无从查证, 但入汉之后的所作所为, 这些老将自然看得清楚, 再不计, 也不至于栽赃陷害吧。 刘邦果然动摇了, 先把魏无智叫来问话。 前面讲过, 魏无智是陈平的引荐人, 从姓名来推测, 魏无智应当是魏国的王族子弟, 陈平呢, 曾经在魏王舅手下认知, 大约在那个时候, 揭示了魏无智吧。 面对刘邦的问责, 魏无智显得很从容, 这样答道, 陛下您问的这些事, 是品行问题, 而我向您推荐人才, 看重的只是才干。 如今, 楚汉相争, 您找道德镖兵, 有什么用呢? 盗扫也好, 受金也罢, 这种事有什么所谓呢? 盗扫, 受金, 这是原文, 后来成为文学鱼马。 魏无智的这种用人标准, 每到乱局总会重现。 我们从小都背诵过 公自珍的名句, 我劝天公重头走, 不拘一格, 讲人才, 真正不拘一格的时代, 往往充满了动荡。 经过魏无智的解释, 盗扫受金, 倒也无所谓了, 但刘邦呢, 并没有完全释怀, 又把陈平本人呢, 叫来质问, 先生原先适逢魏王, 不合意之下, 转而投奔楚国, 又不合意才投奔到我这里, 信义之事, 怎么能如此三心二意呢? 我们需要想到, 刘邦早年啊, 结交正儿, 浸淫在当时的人侠风气里, 虽然刘邦本人呢, 并不大在乎信义, 但重信义, 毕竟是人侠世界里的核心价值观, 而陈平呢, 跳槽跳得太频繁, 确实呢, 让人信不过。 陈平答道, 我当初投奔魏王, 魏王不能采纳我的计策, 所以我转身投奔了相王, 但相王啊, 不信任外人, 只信任家族内部的人, 要么是相氏同宗, 要么是七族当中的兄弟, 外人即便有奇才, 也无从施展, 所以我再离开了楚国, 听说大王, 您重用人才, 我呢, 就投奔过来了, 陈平顺带着还解释了一下受金问题, 我来大王这边的时候, 身无分门, 如果不接受贿赂, 就没法生活, 如果我的谋划, 有值得采纳之处, 希望大王可以采纳, 如果不值得采纳的话, 也没关系, 那些钱财如今都在, 您封存没收了就是, 我呢, 就辞官不干了, 一番话说得质地有声, 刘邦赶紧道歉, 后次陈平, 刘邦也确实该做一下自我检讨, 明明重用了陈平, 竟然呢, 一直没给人家发响, 逼人家索要贿赂来维持升级, 事情呢, 翻篇, 接下来, 刘邦呢, 又给陈平啊, 升了职, 全军将士, 统统归他监管, 这么一来, 也就没人再敢说陈平的不是了, 然而站在陈平的角度, 虽然自己赢得了刘邦的信任, 陡然间位高权重, 但这种毫无根底的位高权重来的太没有安全感, 大家对自己的敌意只是憋在心里了而已, 一有机会就会发作, 所以自己在汉营到底要如何安身立命, 还得另想办法, 陈平的经历到这里, 先告一段落, 楚汉战争即将进入, 新的阶段, 我们下一讲再谈。